要完成一部影视作品 一定少不了的就是摄影师 他们拥有对影像画面的敏锐度 能够透过镜头捕捉最精彩的一刻 而其实除了拍摄之外 包括了灯光 美术 演员的状况等等 摄影师都必须要从画面里头 全面掌控 知己国片 海物惊涛嗨浪的拍片现场 一场亡阳名落海的戏 在台中的人工灶浪直拍摄 这是过去里安拍少年拍的 奇幻漂流时的照浪池 照一次浪只能维持四分钟 摄影师得把握时间拍摄 还得随时注意突发状况 我们要直接来一个 来 直接来一个 来 开机了 教练 教练 先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拍一个 就怕好画面稍重即逝 掌进的是摄影师陈志轩 18岁就入行 从片场摄影柱里做起 后来也接触灯光 至今已有21年资历 曾获金钟奖与金马奖的 入围肯定 就是杂工的领班吧 要顾及全面的东西 就包括灯光 美术 服装 或是演员的状态 我们全部都要去掌控 从一个画面里 也掌控出所有的东西 摄影师就像是个影像的小偷 顺着镜头窥视 演员有什么特质 在捕捉住最精彩生动的一刻 得到这画面之后 你要怎么样去分析 每一个演员在这部片里面的 他的角色特性跟整个呈现的氛围 但这个氛围就包括 就是你的摄影风格跟光 当摄影师不仅要懂影像美学 为了拍摄不同的画面 有时候还得具备其他才艺 像是潜水 水下摄影需要技术与体力 但其实拍片本身就是个体力 与耐力的考验 坐在你这位置是 没有办法马上有人可以取代你 或是怎么样的东西 你说你一直延续下去的东西 那忽然你今天因为有事 请人家离开 然后请来代班了或怎么样 他对我们完全体制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是不会请假的 就算身体为样也不会请假 虽然听起来有那么点心酸 但却是摄影师的真实写照 因为这是一份 对团队以及作品的责任感 同样身为摄影师的冯信华 也有这样的体悟 就算我整个人虚托躺在躺着 只要我能够爬起来 我用爬的也会爬到现场 就算我不能超级 我还是会坐在那里 对 然后告诉我的大猪应该怎么做 冯信华是终身代摄影师 拍过志气 切小金家的旅馆等片 也曾入围过金钟奖 不同于早期摄影 大多是经历片场的养成训练后 才能独当一面 读电影系的他 大学时期就开始参与影像拍摄工作 退伍后在朋友介绍下 拍起纪录片 熬了快十年才终于被看见 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拍片 每天大概拍16个小时是常看 我自己的最高经验是36小时 没有合眼睛都在拍 去到现场你就要开始布灯 布完灯之后演员走位 你还是要在现场看 然后正式拍你当然要在 然后拍完之后再继续布 然后开完之后讲戏你也要在 对 就从头到尾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空闲时间 还好忙碌疲累的感觉 总能被看到作品完成后的 成就感取代 最开心的时刻永远都是 看到一部片子剪完之后是 比你想象得好非常多的男子 三 二 开始 听一声有用的话 就没有病了 你的片子拍不完 永远都是个笑话 一样是电影系科班出身 74年次的陈克勤 是新生代摄影师中表现相当亮眼的一位 在54届金钟奖拿下六项大奖的 我们与二的距离 就是出自于他之手 我可以先提我想法 或是用他的思考逻辑 去用我的专业来建议他 如果是怎样怎样 你要不要这样做 还蛮快的我们就打进一些公司 我们要用全部手持来做拍摄 那双击全手持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考验摄影师当下的反应 你不要抓我 摄影师在现场扮演的角色 对我来说像是 给导演信心的人 你必须要给他信心 让他看到那个画面 看到那些情绪是让他觉得OK 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往下走 又能给导演信心 摄影师本身 也得有一定的功夫底子 陈克勤从更片当助理做起 加上自己花时间研究摸索 只要有拍摄的机会找上门 哪怕没有酬劳他也接 从大量的接案中累积经验 我总觉得我们都在剪人家剩的 就是你一开始绝对不会是 人家的第一考量 你可能是第二第三第四 但只要确保你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剪人家剩的越剪越好 你的剩菜越吃越好 那就OK了 Action 下来你刚才带我走了 2017年曾创下高收视率的戏剧 通灵少女 也是陈克勤的作品 尽管随着戏剧受欢迎 获得讨论与关注 但一般观众认识的 往往仅限于镜头前的演员 与化名的导演 有时候那个满足不需要说 大家都知道你是谁 我们就是在贩卖梦想 制造梦想给观众 让他们对影像的世界 某一种美好的想象 我并不会在乎观众 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我拍的 我在乎的东西是 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片子 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觉得成就他人 比自己得到更快乐 这群在镜头后 老师被忽略的影像魔术师 都有同样的特点 他们不抢着鞠躬 而是用擅长的镜头画面 成就出以目前的美好 能借着作品带来欢乐 感动观众 这是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刻